第441章,我的女人也是你看得的。你还不错。张武金大声笑。就是因为包糖的位缩,宗爵的位且,所以他今天才表现得格外狂野或者说粗野。这是他的同学,有着他当年的记忆,别人欺负他们,就给他误伤其类的恼怒,他就要帮他们把气势抬起来。记得我的名字,不愧当年收了我那么多的情书。 说到当年就是,宗爵脸上一红,当年那个羞颜如花的女孩子,似乎突然又回来了,轻声道。哪有?怎么没有?张武金哈哈大笑。难道你还不知道,当年唐包子给你的情书,全部是本木匠代笔的吗?要不要我给你念出来,其中有些句子,那可是我的神来之笔,很得意的哦,我可还记着呢。 他这么一说,宗爵一张脸顿时红得像一块大红布一样,害羞地看一眼包堂,手伸到了他腰上,掐了一把。这一刻,当年的宗爵终于回来了。包堂则有些尴尬,岔开话题。 小木匠,你怎么来了?这时,那几个小混混都爬起来,其中一个叫。你一个小木匠,敢打高牙内,你死定了。干你娘。 张武金再来了一句广东国骂,都懒得动手了,脚边打翻的一个竹筐里,掉落出来几个冬笋,他顺脚一挑,一个冬笋飞起来,正砸在那混混脸上,顿时就砸了一个满脸桃花开。 其他几个混混吓得往后退,倒是有一个高瘦的在那里发呆。张武金看一眼,火冒三千丈,原来这家伙居然看到了秋雨,看傻了在那里。 张武金再挑起一个冬笋,啪,正打在这混混侧脸上,打出一条血痕。老子的女人也是你看得的,滚。 他如此凶悍,那混混给打了个踉呛,也不敢吱声,转身就跑。 吴娇看了笑,对秋雨道,你家老五还真是霸道,这才是男人呢。 说着,凑到秋雨耳朵边上,我好像都湿了。 两人归中好友,平时基本上也是无话不说的,自然也会开一些黄色玩笑,秋雨修掐他一下,称道。 没脸没皮的,晚上要他到你床上来。 好啊。 吴娇做记者的出身,嘴皮子上泼辣得很。 那可是说定了。 秋雨不敢再接口了,看一眼张武金,心中也满是骄傲。 他其实不喜欢粗野的人,尤其是出口成脏的,可这个粗野的人是他的男人,那什么草你妈听着,倒好像并不爱耳,反而有些提气。 他以前很怕事,但那一次张武金打了鲁光头,进了一次派出所后,他突然就知道了,这个男人很厉害,很强大,他完全不必为他害怕。 所以,他不喜欢别人的粗野,却喜欢他的粗野,包刮在床上的下流,他都喜欢。 而这时宗爵也看到了秋雨,他有些惊喜地叫。 秋老师。 惊喜中,却又带着几分胃怯,脚下动了一下,也没有赶过来。 秋雨是个很细心的女子,宗爵的心态,她把握得清清楚楚,走过去,宗爵,是我,你受苦了,老师来看你了。 秋老师。 秋雨母性的慈祥一下就打消了宗爵所有的慰切和担心,猛一下扑到秋雨怀里,大声痛哭起来。 秋雨眼眶也湿了,搂着她,拍着她的背。 好了,好了,老师来了,什么也不要怕。 听了她这样的话,感受着她的抚慰,宗爵却哭得更厉害了,似乎这几年所有的委屈,全都倾泄了出来。 张武金心中也有些伤感,又有些好笑,想,于姐还真是有亲和力,这模样,倒仿佛她是宗爵的亲妈呢。 包堂眼眶也有些失,看一眼张武金,她倒有些不好意思,又有些意外,对张武金道。 小木匠,你怎么碰到秋老师了? 刚才张武金说过,秋雨是她的女人,不过包堂显然听差了,只以为张武金说的是吴娇呢。 秋老师是张武金的女人,那太不可思议了。 张武金这会儿,自然不会细加解释,虽然在拥有秋雨后,她一直都想在同学面前炫耀一下的。 你小子不错。 她捶了包堂一下,对得起当年我帮你写的情书。 包堂尴尬地笑了一下,随即脸色一变。 哎呀,我们快走,你打了高崖内,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痛哭中的宗爵也猛然惊醒过来,抬起泪眼,急道,是啊秋老师,你们快走,那个高崖内是高书记的仔,而且是个死色鬼。 看她吓得厉害,秋雨轻拍她手。 别怕,没事的。 包堂还没回过未来,对张武金道。 小木匠,是真的,尤其邱老师给她看见了,她铁定不会善罢甘休的,她爹是镇党委书记,这山里就是霸王呢,你们快走。 张武金嘴角不屑地挑了一下。 镇党委书记,科技吧,好大一个鸟毛。 吴娇倒是笑了。 你还别说,这样的山区里面,一个党委书记,还真就是一个山霸王。 你怕不怕? 张武金笑。 我怕得肠子都打结了。 吴娇很配合。 两人相对大笑,看他们没心没肺的样子,包堂吉的跺脚,对秋雨道。 秋老师,要不你们先跟我们上山吧,然后我们从山那边绕出去。 好啊,到你们家里看看,老师可是特意来看你们的呢。 秋雨点头,笑得清和,脸上一点害怕的意思也没有。 跟着张武金近一年的时光,他早就知道了,自家的男人很厉害,或者那什么高书记确实是个土霸王,但无论在自家男人眼里,或者在无娇眼里,确实鸟毛都不算一根。 这一点,他认识得非常清楚,只不过,他不是轻浮的女子,不会把张狂摆在脸上。 宗爵两个却不知道,宗爵拉了他的手,道,秋老师,我们快走。 包堂他们的家在山上,车可开不上去,包堂一听说车是他们的,骚头。 这可有些麻烦。 张武金知道他担心什么,笑了一下。 没事。 吴娇插嘴。 那什么高崖内的爹,不是土霸王吗? 有事就找他。 对头。 张武金哈哈笑。 第442章,太岁可以吃。 包堂总觉得,他们两个没心没肺,不过他也不是傻瓜,一路上山,悄悄就问。 小木匠,你女朋友挺漂亮的呀,口气也大,是不是官二代? 吴娇就走在他们前面,耳朵到尖,听到了,转头一笑。 我不是官二代,不过我男朋友官不小,挺大的。 说着,伸手在秋雨腰上掐了一下。 是吧秋雨姐。 他这么跟秋雨说,就不是吹嘘,而是羽翼双关了,秋雨脸一红,打他手。 没脸没皮的,小心摔山沟沟里去。 说着偷瞟一眼张武金,张武金却冲着他笑,秋雨脸蛋顿时更红了。 他到这会儿才想起,宗爵包堂都是他的学生,可他却成了另一个学生张武金的女人。 现在宗爵两个还误会着,万一要是知道了,可就尴尬了。 做了自己学生的女人,他心中道并不是有什么羞辱的感觉。 就如张武金在床上变招法而玩他一样,他只会觉得休息,而不会休脑,因为那都是爱。 不过到底是自己的学生,总是有些不好意思就是了。 他尴尬,张武金道是一个人偷着乐,能得到秋雨,拥有秋雨。 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感觉最自豪的一件事情,就如小孩子得了新衣服,总是想炫耀一样,他也一直想炫耀。 以前搜山倒海的联系旧日同学,抱的就是这么个目的。 不过这会儿真见了两个旧同学,他倒又不好说了,因为他怕秋雨会尴尬。 所以,包堂误会吴娇是他女朋友,他也不解释。 西奥离着包堂两个在林场的家不远,也就是四五里路的样子,不过吴娇爬山不行,没爬一半就娇喘吁吁了,反倒秋雨没什么感觉,半年荷欢床睡下来,张武金灌在他体内的洋气,全给荷欢床以气化气化掉了,体内气足着呢,不仅乳翘臀紧,爬山同样不喘气。 包堂跟宗爵的家,建在林间一片空地上,屋子倒不小,因为是公价建了给看林人住的,田子结构,左右两扇的,而且是瓦房,就是有些老旧了。 前面几根梁柱都开了叉,看上去惊心动魄,吴娇秋雨都一脸吃惊的样子,尤其吴娇,似乎都有些不敢进屋,仿佛一进屋,屋子就会倒塌下来一样。 倒是张武金这木匠知道,别看这样的梁柱,其实比红砖的梁柱差不到哪里去,尤其要是地震的时候,这种木梁柱有柔性,相比于红砖水泥的梁柱,反而没有那么容易折断。 有一只看屋的黄狗,包堂几个回来,撒着花儿的往身上扑,这又引发无娇的几声娇叫,包堂忙解释,狗不咬人的,就是用来看家。 又赶狗。阿黄,走开,到那边去。 阿黄受了主人斥责,灰溜溜地闪到一边,眼睛里可怜巴巴的,张武金以前养过狗,也还蛮喜欢的,祈道。 你们下山,狗不跟吗?喜欢跟。 包堂点头。不过,我要他留在山上的,阿黄有灵性,很听话的。 听到他叫名字,阿黄立刻又对他摇起尾巴来,想要过来,似乎又不敢,爪子在地下挠了两下。 无娇叫了起来。真是有灵性呢,你看他的脚,喂,包堂,你让他过来吗?我不怕的。 他这么一说,宗爵把手招了招,叫了声阿黄,阿黄立刻跑到他面前撒欢,宗爵对秋雨道。 阿黄在山里,是最好的伙伴。 秋雨笑着点头。 狗最有灵性了,我也喜欢,只不过在城里不好喂,要是在乡下,我也想喂一条的。 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,赞道。 宗爵,你们住的这环境还不错啊,那菜园子是你们开的,好多菜呢。 屋子的一侧,开着一片菜园子,茄子黄瓜辣椒,叉子烟红的,特别招人的眼,秋雨一眼就看到了。 是。 宗爵点头,秋老师,你要不要去看我种的菜? 好啊。 秋雨笑着硬。 包堂道。 先进屋吧,喝杯茶,歇歇气再说,也走累了。 宗爵犹豫了一下,有些不敢看秋雨的眼睛,道。 秋老师,我把太岁养在山背后堂里的,没在屋里。 秋雨立刻就明白了,难怪到屋门前半天,他却不请他们进屋,原来他是担心这个。 秋雨牵了他的手,道。 老师不信这个的,来,我们进屋。 张武金却叫了起来。 你一直养着太岁? 是。 本来因秋雨的话,而心存感激的宗爵,顿时又露出了悲怯之色,低声道。 不过是我养着的,太岁就只碎我,不碎别人的。 碎山这地方有个习俗,谁招了太岁,要么,就是连太岁一起烧死,要么,招太岁的人,就要把太岁一起养着,一直到死,然后连着太岁一起埋了。 如果谁招了太岁,又弃太岁于不顾,太岁就会去碎别人,这是不允许的。 所以宗爵就一直把太岁带在身边养着。 你还真信太岁会碎人啊? 张武金怪叫,看包糖。 唐包子,你老婆人美波量,不过脑瓜子好像不太管用啊,什么年代了,居然还信这个。 什么人美波量,他这话实在有些粗俗,但有些时候,粗俗反而更有市场。 包糖果然眼珠子一亮,你不信? 我当然不信啊。 张武金哈哈笑。 傻瓜才信呢,太岁,切,就是一种真君而已。 唐包子,我告诉你,只要太岁真的还在,你就发财了,我保证,明年这个时候,你绝对是千万富翁。 真的。 包糖脸上,仿佛都放出光来。 当然是真的。 张武金点头,一脸热切。 太岁在哪里,带我去,今天我就请你们吃太岁,然后你们跟我下山,到北岁开发区去开一家店子,煎炒煮炸,糖拌醋溜,都是美味。 而且,全中国独此一家,我保你发大财。 太岁能吃。 这下换到吴娇惊讶了,他在电视台,自认为见多识广的,也是第一次听说。 当然能吃啊。 张武金一脸信誓旦旦。 所谓太岁,其实就是一种真菌,说白了,就是一种蘑菇。 第443章,真的很美味。 他笔花了一下,道。 只是这种蘑菇长相怪,看起来像一团肉,而且又长得特别大,生命力持久。 所以,古时的人就怕了,其实就是少见多怪。 实际上,太岁有着最美妙的味道,以及最独特的营养。 娇娇你不信的话,待会尝尝,我保证你把舌头都吞下去。 吴娇做记者的出身,眼界广而杂,也不迷信,一时也来了兴致,那我倒真要尝尝。 宗爵在一边目瞪口呆。 这几年,太岁像个恶魔一样压在他身上,若不是包堂真心相爱,他早已经崩溃自杀了。 可张武金跟吴娇这两个人,居然说要吃太岁,而且要醋溜太岁,而且要拿了太岁去开垫子。 这就好比突然看到,太阳从西边出来,太不可思议了呀。 在哪里,唐包子,带路。 张武金催。 包堂看宗爵,宗爵却去看秋雨,秋雨微笑着点头。 老师待会也要尝尝,倒看这小木匠有没有吹牛。 我张木匠的招牌,那是十足真金,绝不吹牛。 张武金一脸牛皮轰轰。 唐包子,带路。 得了秋雨的鼓励,宗爵突然也就有了信心,包堂带路,几个人到侧后的山堂边。 山堂是由一个小山洼子改建而成,不大也不小,大概有两三亩水面,水色极清。 堂边开着一些不知名的花,青山碧水,山花摇曳,让人赏心悦目。 唯一碍眼的,就是堂边的一些怪东西,暗红色,东一团西一团,有大有小,大的足有一头肥猪那么大,小的则像篮球或者足球。 张武金气势足,宗爵本来也有了一点点勇气或者说信心,可看到这些太岁,他又不自禁地发起抖来,就是秋雨,心中也有些战力。 要是一堆石头,再奇目怪样,他也不会害怕,可这些东西,它是活物啊,它们是活的,这个怪样子,就仿佛神魔故事里的妖怪一样,似乎暗中有一只眼睛,在对人偷窥。 这就不得不让人心生战力了。 唯有张武金这个怪胎,一看到太岁,他竟然欢呼一声,一个剑步就跳下了堂岸,到堂边,竟然就那么伸手捧起了一只篮球大小的太岁,捧在眼前,目不转情地看,嘴里还嘖嘖连声。 没错,这就是太岁,哇,真漂亮。 他这个情形,秋雨见得多,不过往日他都是捧着他乳房的时候,边看边赞边亲,这会儿捧着这么个怪物,他也边看边赞,怎么看怎么为何,然后,让人更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,这家伙居然一口咬在了太岁身上,然后还用力往里吸。 张武金玩秋雨乳房的时候,也是这样的,含着了就往里吸,秋雨当然没奶水,每次都给他吸的半边身子发麻,可这太岁,他这么吸是什么意思,难道太岁吸的奶水出? 好像还真是,因为张武金吸了半天后,松开嘴,竟然长嘘一口气,就仿佛喝了一杯山泉水一般,还伸手抹了一下嘴巴,大声道。 真爽,又香又甜。秋雨,吴娇,连着包糖棕爵管小虎几个,全都看呆了,站在唐岸边发傻。 张武金扭头看着秋雨几个笑,真好喝,哪个要试试? 天下第一美味哦,比什么椰子之核桃鹿,好喝一万倍,也营养一百倍,尤其是这样的山堂水养出来的,绝对的绿色饮品,真的能喝。 吴娇做记者出身的,胆子还是大些,为什么不能喝? 张武金一脸奇怪的表情,说了,这就是一种真菌,就是一个蘑菇,蘑菇你放嘴里不能吃吗? 那苹果你吃不吃,苹果也是从小长到大的呀,味道真的很好。 他这么一说,吴娇有些动心了,会不会有怪味?怎么会有怪味? 张武金一脸的不以为然,跟猕猴桃的味道差不多,不信你来闻闻,对着我咬开的这个口子你闻,有骨子清香呢。 张武金说着,捧了那只太碎过来,无胶胆子挺大的,当然,也是信得过张武金,真如李求金说的,这小木匠,大能呢? 他先看了看,道,远看怪怪的,近看,肉色很细嫩呢。 拿手翻开张武金咬开的那个地方,叫道,里面的肉是绿色的,哇,像果冻一样呢。 宗爵给太碎压了几年,包糖赔了宗爵几年,却也都没有细看过太碎,不敢啊,这会儿借着无胶的手一看,果然是这样。 太碎给咬开后,里面就是绿色的肉,真就像一杯果冻一样,特别的细嫩,晶莹透亮的,如果不带着恐惧的眼去看,真可以说一声漂亮。 无胶又凑起鼻尖去闻,哇,真有骨子香味,嗯,这个味道是有些像猕猴桃,不过又不太像。 他一个女孩子都敢闻,包糖管小虎也闻了一下,纷纷点头,包糖到底是山里生活的,想了想到, 是不太像猕猴桃,倒像是仙笋子剥开后那种味道。 对了,他这一说,立刻得到包瓜张五金在内所有人的赞同,就是仙笋子的味道。 到嘴里有什么怪味没有? 例如腥味什么的? 无胶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,不过还是有些儿担心,女孩子嘛,怕这怕那得多些,也正常。 绝对没有。 张五金摇头。 如果说闻着是仙笋子的味,喝到嘴里,那就真是猕猴桃的味道了。 说着,他凑到嘴边,又吸了一口,真仿佛吸果汁一样,对着无胶一笑。 不嫌弃的话,就吸这里,咱们隔空来个嘴杯。 我是不怕啊。 无胶出身记者,现在又坐着主持人,嘴巴子上哪里会输了,就怕哪些人晚上要挨收拾吧。 张五金瞟一眼秋雨,嘿嘿笑,秋雨脸微微一红,当着宗爵两个,他不好意思回嘴,他还想瞒着呢,不想让宗爵两个知道他跟张五金的事,就装作没听见。 张五金也不敢再聊拨无胶了,把另一边送到无胶嘴边,无胶伸手摸了一下,叫道。 哇,滑滑的,像香菇打湿了后的手感。 第444章,帮你发财。 说着,红锤凑过去,咬开一点,小小地吸了一口,略意品味,顿时就叫了起来。 哇,是真的香呢,煮着吃我不知道,但这个要是做果之脉,绝对有市场。 他说着,又吸了一口。 他这么一叫好,管小虎甚至包糖也有点动心了,尤其是包糖,对这个太岁。 他心里实在是又恨又怕,以前是看都不敢多看的,结果现在居然能吃,那就不是馋的问题了,而简直是咬牙切齿了。 不过他,还是有些忐忑,不敢直接张口,问张五金。 小木匠,我能不能吃?张五金一脸奇怪地看着他。 你家里的苹果,你想吃就吃,用得着问我吗? 说着跳下糖案,在几个太岁之间选了一下,挑了个足球大小的,递给包糖。 给,这个不大不小,应该是最鲜嫩的,算是优待你啊。 包糖伸手接过,还是犹豫了一下,没有直接就咬,而是转眼去看宗爵,宗爵也在看着他,眼睛里的神情,极为复杂,似乎在担心,又似乎在期待。 就仿佛一个妻子,送郎上前线,盼着他多打鬼子,却又担心他的安危。 包糖心中一口血冲上来,再不犹豫,扶下嘴,直接一口就咬了上去,那感觉,不像咬苹果,没有那么硬,而就像咬上了一块果冻,或者说,一块豆腐,微微地有些凉意,说不清是重什么感觉。 他一时间也没去细细体会,直接就往嘴里吸,一股凉凉的枝叶入口,甘甜清香,真如吸了一口猕猴桃汁一般。 尤其当他松开嘴,抬头吸气,唇齿间的那股清香,格外地清晰起来,而那股凉凉的枝叶一直流进了肚子里,凉意弥漫开去,更有一种气人心脾的感觉。 松爵担心地看着他,包子,好喝,这味道。 他看着张五金,奇怪,怎么闻着像笋,吃着像猕猴桃呢? 简单啊。 张五金回答得随意,太岁是一种菌,也要吸收营养的,太岁最喜欢的,就是腐烂的果肉,你这山塘里的水,汇聚各种山水,极有烂的笋子,你看那些竹子。 他手指一下,堂的西侧一角,生着一大丛竹子呢。 竹枝竹叶竹笋,烂掉了落水里,营养就给太岁吸收了,所以,他闻着像笋,而你这山里猕猴桃肯定也多,烂了后水流到堂里,所以,他吸着,就有猕猴桃的味道。 这太岁难道跟美女一样,喜欢吃水果的? 吴娇叫了起来,美女啊! 张武金又捧了一个太岁在手里,宗爵怕得要死的这个煞神,在他手里,就仿佛一个玩具,或者说,真的就像个超市里买的苹果,是那么的随意。 说实话,这美女长得不怎么样,不过心里美。 他嘎嘎笑,看包糖又在吸,道,怎么,上瘾了? 味道确实不错。 包糖又大大的吸了一口,看宗爵。 你要不要来试试? 宗爵到底是女孩子,而且这两年实在是怕了,虽然张武金不当回事,而且现场掩饰,他心中的阴影一时间还是难以驱除,身子抖了一下,摇摇头。 我不要了。 好东西啊。 张武金一脸如此不可叫也的神情,右手托着,左手还在太岁上面拍了两下。 主要还是不会喂,会喂的,各种水果味开发出来,别的都不说,就一个凉拌太岁,一定风靡世界。 喂! 包糖一脸稀烂,仿佛要哭了的神情,这太岁是宗爵不得已带在身边的,可不是有意味的,我可没喂他们。 我知道你没喂。 张武金斜着眼睛,一脸看香巴佬的表情,而开口果然就是这样。 所以我说,人家浓忙,你是双强,亏得你,也读完了高中,居然也跟着信迷信,别的不说,你到网上,放狗搜一下啊,那不就了解了。 包糖苦着脸,我们这边又没网。 吴娇却想到了另外的问题。 张武金,你说这个可以商业开发? 不行吧,这东西跟水母一样,里面其实竟是水,你看,我吸了这么几口,它好像,就小一些了,这能经得几下吸啊。 哎! 张武金立刻就表扬了。 娇姐不愧是做记者的出身,说到点子上了。 她看看手里的太岁,再看看糖角一只最大的太岁,摇头。 我刚说了,糖包子不会喂,太岁这个东西,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真菌。 为什么说特别呢? 一是生命力特别强,一般的蘑菇,大了,老了,也就烂了,而太岁不同。 她说着,用手捏下一块太岁,手指一捏,挤出一股绿色的枝叶,再摊开手指,太岁基本上就没有了。 看到了没有? 她把手指让五角几个看。 太岁的主要成分,其实就是水,像这山塘里的水,时换时鲜,就不会腐臭。 太岁也是这样,她体内的水分,可以自己交换,所以,她永远能够以救换心,也就永远不死。 原来是这样。 踪爵叫了起来,张五金明白她的意思,笑道,这就是那些信迷信的人说的,太岁永远不死,会永远缠着那个人,是吧? 哈哈,现在明白了没有? 这不是作祟,这是一种交换功能。 居然是这样。 包堂也叫了起来,她更直接,五爪一身,狠狠地抓下一块,再重重地抓紧,绿色的枝叶,立刻从她指缝间流出来。 干嘛呢? 张五金一脸肉痛。 就你手里这一块,喂得好的话,一个晚上,至少可以涨到一百斤,一头猪的钱啊,还不止。 一个晚上,可以涨到一百斤。 吴娇叫,还有些不信。 是这样的。 踪觉道,声音中带着了哭腔,嘴唇颤抖。 那天我帮外婆扯猪草,堂里洗了回来,看到这么个东西,还没有那么大呢,就拳头大小。 我也没在意,就甩到泡猪草的缸子边上,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,它长成这么大一团。 她说着,拿手笔划一下,类似一个荷豹的姿势。 跟一头猪差不多,趴在那里,红红的,我外婆当时就吓晕了。 第445章,太岁之秘。 真能长这么快? 踪觉现场说法,吴娇倒是信了。 没错。 张武金点头。 这就是太岁让人害怕的第二个原因,长得特别快,又特别丑,你一个不小心,它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你眼前,老大一团,外表又是暗红色,怪怪的,像一大团猪肺一样。 再加上它,只要有水,就永远不死的特性,所以才有了太岁岁人,永远跟着那个人的迷信传说,其实说白了,就是这家伙,特别能吸收营养。 原来是这样。 包堂恍然大悟,他看着踪觉,又有些欣慰,又有些惭愧,欣慰是彻底明白了所谓太岁岁人,跟着人长且永远不能摆脱的原因。 惭愧的是,身为男人,他却一直跟着迷信,没能帮自己心爱的女人早日弄清真相。 而宗爵则哭了起来,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,秋雨搂着他,好了,好了,宗爵,别哭了,都过去了。 什么叫都过去了? 张五金摇头,见秋雨压抑地看他,他嘿嘿一笑。 太岁其实是尊财神,既然上了门,不刮下他一身疲来,怎么能放他走? 宗皇后吃了苦,就全要从他身上找回来。 五娇点头,要是一小块,一夜就能长得一百斤,那确实可以商业开发。 肯定可以。 张五金信心满满。 这么一个球,切开做十份或者五份,用果汁水喂着,一夜就可以发出石头猪出来。 当然,这玩意儿一炒或者什么的,会缩水,但五分之一的比例还是有的。 这么大一个个球,凉拌的话,五到六盘不成问题,一盘卖一百块, 那就是五百块。 这么贵。 包糖给他的话惊住了。 所以我说你是个败家子啊。 张五金斜他一眼,糖包子,看在你还对得起我的情书的份上,我给你两个选择。 他没说完,自己笑了,因为秋雨无交全都笑了,就踪绝也扑吃一下,红了脸,包糖骚头。 你小子,别哪壶不开皮哪壶好不好? 怎么没开? 张五金还笑。 是不是老婆上了床,没人扔过墙啊? 宗皇后,你识说一句,当年是不是给我的情书打动的? 宗爵红着脸,瞟一眼包糖,笑道。 才没有。 不可能。 张五金大叫。 我那些情书,可都是从情书宝典,还有谈情说爱365G上抄来的,你这种小丫头,一片一个准。 情书宝典,果然是那本烂书。 无交听了歌歌笑,怎么是烂书呢? 张五金一脸不服气,看着无交。 交姐,你实话实说,收到过多少情书,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,给你写情书的那些家伙,一定都参考过情书宝典。 什么参考过? 无交叫了起来。 直接就从上面抄得好不好,而且三个五个,抄得还都一模一样,你当我们女孩子是傻的呀。 啊,张五金本来得意着呢,这么一说,傻眼了,骚头,对呀,一般的美女,不会只一个人给她写情书,这收的情书多了,大家又都是抄一本书上的,就很有可能穿帮啊。 她扭头看包堂,包堂有些尴尬地点头,早拆穿了。 喽。 无交一下大笑起来,秋雨几个也笑,就是宗爵也忍不住笑了。 那没办法。 张五金死鸭子嘴硬。 只怪宗皇后太漂亮,怨不得我,我也不能天天帮你编情书啊,我又不是情书专家。 说到这里,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 哎呀! 无交突然惊叫一声,原来她笑得太厉害,手上捧着的太岁又滑,一下滑脱出手,摔到了唐岸下,摔成了四五块。 太岁摔开后,里面的肉是淡绿色的,很好看,仿佛一个摔烂了的哈密瓜。 哎呀! 无交! 这下可惜了。 没事。 张五金摇头,走过去,把摔成几块的太岁,捡起来扔进水里。 这玩意儿,最邪性了,见水就活,只是这堂里营养不足了,营养足的话,明早上至少多五头猪,不过如果没有水,尤其要是太阳一晒,一两个小时就死了,干了。 那还好。 无交易听说不会死,高兴了,拍拍手,伸到鼻子前面闻一下。 好香呢! 是香! 太岁摔开后,香气飘出来,秋雨几个,都闻到了,琪琪点头。 所以我说,这个可以发大财。 张五金说着,猛然想起,我刚说到哪了? 对了,是说两个选择。 他转头看包糖。 糖包子,给你两个选择。 一,你独自开店,我以开发区的名义,帮你到银行去贷款,你自付盈亏。 当然,怎么做太岁,我会告诉你,还有前期的一些宣传,开发区都会尽力。 开发区? 包糖有些迷惑。 北岁开发区。 张五金才想起没说明白,解释。 糖包子,我现在当官了呢,北岁开发区的副主任,括号,副科吉,所以,你以后不许再叫我小木匠了。 得叫我张主任,听见没有? 他纯粹搞笑,尤其那什么挂号,把所有人都笑喷了。 原来是小木匠张主任啊。 包糖也是个爱搞的,笑着点头。 那没说的,这么大的官,包养我吧。 靠!张五金竖一个中指。 你黑不溜秋的,我可没兴趣,要是宗皇后吗? 他眼光往宗爵脸上斜,宗爵红着脸配他一口。 当官了还这么不正经,难怪包子一直说你是他所有同学里最假正经的一个,面子上秀秀气气的像个妹子,肚子里一肚子黑水。 不是吧?张五金惨叫,指着包糖。 死包子,你记着,下次再要我写情书? 哼哼,这威胁有点弱。 无娇笑。 人家老婆到手,还要你写情书做什么? 倒也是啊。 张五金顿时就如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一样,垂头丧气了,又引发一片笑声。 秋雨看着他,心中一片温馨,暗想。 他脑瓜子确实灵活,会搞气氛,要是指我一个人来,安慰的话说得再多,也没他这个效果。 第446章,太岁好吃吗? 宗爵这时也放得开了,问张五金道。 小木匠,你的选择不会只有一个吧? 我用情最专一了的。 张五金还搞,眼光则瞟一眼秋雨,秋雨有些想笑,轻咬着红唇,又有些暗叹。 如果早五年前爱上张五金,他一定嫁给他,那他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男人,绝不会再到外面去勾三搭四。 对这一点,他却信不疑,倒是张五金自己其实有些心虚,笑了一下,脸色一正,道。 第二个选择是,我出钱,你们出太岁,电子养殖场,还有宣传什么的,全都归我,然后养太岁跟卖太岁,则由你们两口子负责,赚了钱,一家一半。 包堂看着宗爵,宗爵想了想,道。 我们选第二条吧。 包堂立刻点头。 是啊,小木匠,你都当官了,我们给你打工吧。 想想不对,我好像听说,你们当官的,不能经商吧? 我不能经商,我老娘可以啊。 张五金索性解释清楚,因为他看得出来,宗爵两个还在犹豫,赚不赚得到钱是一个问题,太岁的阴影也没有完全从宗爵心中抹去,他自己知道了是一回事,可别人不知道啊,如果走出大山,那么多人指指点点,他未必受得了。 所以他把百花醉鱼也提了出来,道,最近流行的百花醉鱼,你们知不知道?知道啊。 包堂果然就点头。 听说那百花醉鱼特别好吃,好多明星都去吃了,什么林志玲,范冰冰,都是大美人啊。 张五金要笑不笑地看着他,还有没有? 包堂立刻醒悟,看一眼踪绝,有些尴尬的骚头,张五金大笑,逗得五娇几个全笑了。 知道怕老婆,那还有救? 张五金笑着点点他。 没错,百花醉鱼,很多明星都喜欢吃,我也实话告诉你,那些明星,其实是我请来的,我在告诉你,百花醉鱼,其实是我的产业,我跟我姐夫一家一半,我不能做生意,可我娘可以啊,挂得我娘的名字。 百花醉鱼是你的。 包堂张大嘴巴。 小木匠,你发财了呀? 没错。 张五金牛皮轰轰地点头。 你也可以发财,发大财,发太岁的财,你两个在太岁上面吃了亏,一年之后,你们可以因太岁而成为千万富翁。 千万富翁四字一出,包堂眼睛重重地眨了两下,呼吸都有些粗重了,转脸去看宗爵,宗爵也有些兴奋起来,但还是有担心,会有人来吃吗? 太岁,那个,好多人怕的。 怎么会没人吃? 张五金黑的一声。 炒作呀,百花醉鱼就是这么炒起来的,太岁本来就有个名气,一说吃太岁,或许有些人会害怕,但更多的人会好奇,然后我再照着百花醉鱼的路子,请明星来炒一下。 嘿嘿,我可以肯定,比百花醉鱼还红。 这话有道理。 吴娇点头,山里人迷信些,城里人就不太信这个,但知道太岁的人却很多,这要炒起来,相对于百花醉鱼,还有一个先天优势,只要有的一两个明星一吃,立刻就能炒起来。 宗爵突然叫了起来,你是主持人吴娇? 他这一叫,包糖也猛然醒悟。 对啊,你是扬州电视台的主持人吴娇? 张武金摇头,敢请你两口子才认出来啊,嘖嘖。 认出了吴娇,包糖两个的兴奋度又高了一圈,这就是名人效应了,张武金的嘴,还就是比不了名人的脸。 只不过,宗爵还是有点信心不太足,想了一会儿道,就不知做成菜好不好吃,试一下就知道了。 张武金懒得废话,捧了手里的太岁回屋,切一半下来,另一半放水桶里养着,切下来的一半,又分做三份。 一份醋溜,只要醋,其他什么都不要,免得串了胃。 张武金先把醋溜得弄好,把太岁切成薄片,浇上醋汁,淡绿色的太岁给醋一溜,有些而缩,看上去碧绿晶莹,就如一盘脆黄瓜,一看就让人有食欲。 先不要动筷子啊。 张武金放到一边,多溜一会儿,肉更紧更脆,更爽口。 好像你吃过似的。 吴娇有些动疑。 呵呵。 张武金笑。 我没吃过,但我师父吃过,这都是,他告诉我的。 这话没错,关于太岁的知识,还真就是张虎眼活着时,有一次闲谈,扯到了太岁,告诉他的,包括怎么吃,还有怎么样,吃还好说,这个怎么样,张虎眼从哪里学到的,张武金也很好奇。 鱼下两份,炒一份,红椒炒太岁,红配绿,绝配,所以这个要红辣椒,新鲜的大红辣椒,要是怕辣的,甜椒也行,就是要红,配个色。 张武金边说边做,很快就炒出来一份。 他是先炒得太岁,油烧开了,把一盘太岁往锅子里一倒,就如倒进一盘绿菠菜,滋拉一声,太岁肉片立刻翘了起来。 张武金没炒多久,看到变色就端了出来,还解释。 这个不能久炒,久炒里面的水就出来了,只变色就好。 然后再放油炒红椒,红椒炒香了后,把太岁倒进去,拌匀称,就端出来,绿色的太岁,配着红色的辣椒,非常的好看,五椒闻了一下,叫,好香。 香吧?张武金一脸得意。 就这一盘出来,你说有人吃,没人吃?确实让人想动筷子。 五椒点头,看张武金手脚麻利的,再又往锅子里倒油,倒。 最后一份怎么做?开汤啊!张武金盖上盖,等水开。 太岁开汤,放点肉末也可以,不放也行,最好的是猪血,再来点豆芽,能把你掀死,只不过这会儿都没有,但就是清汤,那也是一绝。 水开,张武金麻利的把太岁倒进去,太岁落底,很快就浮上来,颜色也稍稍有点发白,难得的是,汤还完全是清汤,基本没变色,就仿佛没放什么东西一样。 秋雨有点疑惑。 这汤一点色也没有,会有味道吗? 第447章,突然的枪声。 你尝尝。 张武金拿了一个条羹,咬了点让它尝。 秋雨小小地喝了一口,品了品,压叫道。 出入口好像没什么感觉,但一张口吸气,就有一种特别清香的感觉,真鲜呢。 我尝尝。 胡椒也咬了点尝了尝,连连点头。 鲜,是鲜,这个味特别,细品很淡,无意稀气,却又特别鲜明。 就好比。 他想了想,道。 嗯,就好比雪里的梅花,那香气,若有若无。 这形容好。 张武金伸出大拇指,把汤端出来,得了,溜太岁,炒太岁,太岁梅花汤。 这可是一代家人无娇姐姐的赐名哦。 无娇哥哥娇笑,对秋雨道。 这男人,嫁得过啊。 秋雨便笑,他心中也很得意。 来,坐下,开吃。 张武金招呼。 太岁就要吃鲜,尤其这炒的,凉了润了,脆味没有了,味道就要大打折了。 开吃开吃。 无娇早已食指大动,宗爵端了饭过来,无娇先夹了一筷子炒太岁,放到嘴里嚼了几下,连连点头,又夹了一筷子醋溜的,吸气。 鸭,酸,又酸又脆,好吃,胃口好像一下就开了。 包糖管小虎也没客气,只宗爵没敢动筷子,就看着众人吃,包糖道。 是好吃,小爵,你试一下。 宗爵点点头,却仍是没动,眼眶突然一红,大串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 怎么了?包糖慌了? 我没事。 宗爵擦着眼泪,却越擦越多,猛一下扶到秋雨尖头,嚎啕大哭起来。 好了,宗爵,好了。 秋雨轻拍他背心。 太岁是可以吃的,秋老师,太岁是可以吃的。 说了这句话,宗爵几乎是浩涛大哭起来,那眼泪,就仿佛绝了滴的洪水,是那么的猛烈,怎么也收不住。 秋雨几个能理解他的感受,是啊,所谓的太岁,其实就是一种真菌,其实是可以吃的,可却生生地吓了他两年多,弄得他人不人,鬼不鬼,他情绪崩溃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 好了,小爵,你别哭了。 包堂给他拿了毛巾来擦脸,待会邱老师要笑话了。 他这么一说,宗爵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,直起身来,道。 邱老师,对不起。 没事。 秋雨笑。 事情揭开来就好了。 是啊。 包堂点头。 太岁让我们吃了苦,但我们也能借太岁发财,到最后,我们说不定还要感谢他呢。 我才不谢他。 宗爵咬牙。 邱老师,谢谢你。 没人谢我吗? 张武金在一边起哄。 小木匠,也谢谢你。 宗爵倒是真心实意。 嗯。 张武金点头。 好像古人有句话,救命真,当什么相许来着。 宗爵当然知道那句话,脸儿一红,称道。 那你当年写情书,就要落上自己的名字啊? 对啊,当年你怎么不落自己的名字啊? 吴娇笑了起来。 吃亏了,吃亏了。 张武金一脸懊恼的表情,惹得一乌笑声。 这时,外面突然传来狗叫声,包堂站起来,往窗外看。 好像来人了。 话未落音,猛然传来啪啪啪一阵暴响,本来一直坐在边上笑咪咪,却没什么存在感的管小,虎腾一下就跳了起来。 枪声。 张武金先没辨别出来,他虽然跟着于山子的特警队混了一段时间,到底不是职业军人,但管小虎这么一叫,他也一下子醒悟了,连发的,冲锋枪,这山里怎么会有冲锋枪的声音。 在中国,听到枪声已经极稀罕了,听到连发的冲锋枪的声音,更是喊之又喊,一般的老百姓,可以说,终声也听不到一次。 这也是他特别惊讶的原因。 这时阿黄痛叫着窜了进来,居然没给打死,只是左前腿好像给打伤了,有血,夹着尾巴,却还在对着屋外痛叫。 窗子里世界不好,张武金几个,全都跑到外面的厅屋里,从大门往外看。 屋外面有个瓶,一条小道进来的,小道上这时,站了两个人,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汉子, 另一个,则是在山下盯着秋雨看,而给张武金打了一笋子的小混混。 两人手里,居然都端着冲锋枪,是那种比较老的型号,五六式,其实就是AK47的中国山寨版, 老虽老,威力极大,真正的军用品。 包堂后出来,他手上还拿了一杆冲,一看到两人,他失声惊呼。 高崖内,谢部长。 原来最后给张武金笋打的小混混,就是高崖内,这时,高崖内也看到了张武金几个, 尤其一眼看到了秋雨,眼中顿时放出光来,哈哈狂笑。 小美人果然在这里,太好了,都给老子出来,老子急不要钱,也不要命,只要这小美人。 张武金脸上变色,他没想到这高崖内猖狂到这个程度,尤其没想到的, 这家伙居然能弄到枪,不过包堂叫出那中年人的名字,张武金也就猜到了。 一般所谓的部长,基本上就是任武部的部长,任武部要搞民兵训练,收得有枪,有时私下里弄出来打打猎也难免, 但居然给高崖内弄了来报丝绸,这胆子就太大了。 不过这会儿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,五十六是威力极大,而且又有两个人两把枪,这就有些难对付了。 张武金脑子急转,正想逐一,一个意外发生了,他身边的管小虎,突然掏了,把枪出来,指着地瓶中的高崖内,历声喝道。 不要动,把枪放下。 管小虎居然有枪,这下不但外面的高崖内两个傻了,就是张武金也傻了。 屋内屋外,一时间鸭雀无声。 把枪放下,听见没有。 管小虎又叫。 高崖内一愣,宁笑。 拿把玩具枪,吓唬你爹啊,有种你开一枪试试。 话没落音,啪,管小虎对天就是一枪。 这一枪,吓得外面两个人齐齐一跳,那个谢部长往旁边一闪,而且带了个滚翻的动作,很利落,身子随即就藏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,枪架在石头上,瞄着了屋里。 第448章,来自总参的保镖。 他看上去有三四十岁了,动作却极为标准,很明显是退伍军人出身,以前受过严格的训练。 不过这也不稀奇,人武部的部长吗?肯定是军人出身的。 但这对张武金来说,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。 高崖内这种人,就拿着枪。 张武金也不是特别紧张,只要找到机会进身,收拾他不难。 但退伍军人就两说了,如果这谢部长是也战军退伍的,那就更要命。 真正受过严格训练的中国陆军,一枪在手,就是一部极为恐怖的人形战斗机器。 只举一个例子,很多黑帮电影里,枪手一边开枪,一边单手换弹匣,这种技术,非常拉风。 电影里拍的时候,也一般要给一个特写,然后剧场中也往往是一片惊呼声。 张武金最初也是一样,觉得特别佩服,认为外国人就是厉害,不说军队,就一黑帮。 军事技术都非常了不起,后来无意中他才知道,这种技术,是中国军人首创的。 在建国门泄露,外国人立刻惊为神迹,纷纷效仿,以致黑帮电影里驳火,都是必有的情节。 中国陆军号称轻步兵之王,还真不是吹出来的。 不过还好,这边也有一把枪,而管小虎一看谢部长那个动作,也明显吓了一跳。 他本来是站在门口双手握枪的,整个人都露在外面,这时就往后一闪,身子躲到了门后,同时立声叫。 你们是不是人五步偷出来的枪,立刻放下,还来得及。 高崖内给一枪惊得有些发呆,端着枪,就傻站在那里,急不知道躲,也没有把枪放下。 听到管小虎的叫声才醒过神来,回头一看谢部长,忙也弓着腰跑过去。 这就是普通百姓和受过训练的战士之间的区别。 他有枪张五金也不当回事,是有道理的,反应太慢了呀,这个时候才想起躲。 管小虎如果真开枪的话,十个高崖内也死透了。 高崖内躲到谢部长身后,谢部长叫。 你是什么人,你怎么有枪? 管小虎回应。 你没资格问我,立刻放下枪,或者拿着枪立刻回头,还来得及。 谢部长一时就有些犹豫,他回头看高崖内,高崖内眼睛盯着屋子。 这会儿,张五金几个都躲到了门后,他看不到秋雨了,眼光却仿佛要把屋子穿透,咬着牙叫道。 社会上有枪的多了,别给他唬住了。 说着突然架枪,对着屋顶就打了一枪。 你把枪放下,自己出来,我说了,只要那小美人,不要你们的命,否则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你把小杂炮,难道还打得过我们两支冲锋枪? 子弹打在屋顶上,打下来一堆瓦片,宗爵没见过这样的场面,吓得惊叫一声,包堂忙抱住他。 秋雨无娇脸上也变了颜色,秋雨紧紧抓着张五金的手,无娇叫。 打电话报警。 这里没有信号。 包堂摇头。 啊! 这下,吴娇也是声惊叫起来,可以说,在扬州,借着礼求金的事,他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,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,但这会儿,在这大山里,面对着无法无天的高崖内,他害怕了。 不要怕。 管小虎缩回脑袋,他随身带着一个手包,这时打开了,居然掏了一部卫星电话出来。 张五金一看就知道,这是那种北斗手机,他在于山子他们那里见过。 他还瞟道,管小虎手包里,居然还有两匣子弹,但头黄灯灯的,是那么的打眼。 中国的警察,一个派出所,也就是一把枪,而且一般就配个五六粒子弹,很少说有带着弹侠跑的,而管小虎,却居然带了三匣子弹。 当然,他肯定不是警察,张五金看到他打开电话,飞快地按了一个键,几个汉字跳出来,特级情况,立刻支援。 北斗是带短信功能的,而且可以自动定位,这些张五金都是知道的,吴娇也知道。 一见管小虎不但有枪,还有卫星电话,他脸色好看了一点。 你是发短信求援吗? 是。 管小虎点头,看着张五金。 不要担心,支援很快就到。 嗯。 张五金点点头。 你是国安的? 他神情有点僵,他以为管小虎是尚瑞安排在他身边的,安排个人没意见,但称兄道弟的。 你至少打声招呼啊,不想管小虎再又给了他一个意外。 不是。 他摇头,我是总参的。 随又补一句。 我们没别的意思,就是奉命保护你。 他这话,在张五金儿里听来,有些话舌天足,但吴娇几个听着,可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了。 总参的,带枪带卫星电话,贴身保护张五金,这是什么个概念? 包堂张着嘴看着张五金,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他真的是那个小木匠吗? 而吴娇,也同样在暗里惊呼。 居然有警卫秘书,这可是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的待遇了,李哥都还混不到这一层级呢。 小木匠也太牛逼了吧。 他们都是惊叹,或者说惊羡,唯有秋雨,眼眶却一下子就红了。 他是美女,从小到大都是,想打他主意的男人,这么多年来,也不知有多少,可他招摇过世,独来独往,也从没想过要什么人保护,可张五金却要人保护,而且一般的保镖都不是,是正规配枪的,国家力量。 这说明什么? 这说明,在某些人眼里,张五金比他这招摇过世的大美女,还要没有安全感。 这让他怎么能不害怕? 他握着张五金的手,在不自禁地颤抖,只是时机实在不对,包堂宗爵都是他的学生。 而张五金也是,他一直扮老师安抚宗爵,结果眼一眨,竟然扑到另一个学生的怀里,那也实在太不好意思了,所以虽然情绪激动,也只敢悄悄地握着张五金的手。 不过张五金这会儿没怎么注意他的情绪,而是在琢磨管小虎的话。 管小虎不是国安,居然是总参,总参为什么掺和国安的事,他根本搞不清楚。 他只从管小虎话舌天族的解释里,读出了几条信息。 第449章,邱宇的担心。 一,管小虎到他身边,尚瑞十有八九不知道,否则管小虎就不必解释。 二,胡思想也可以排除开外,总参安排人到他身边,连国安都瞒着。 自然绝不会告诉胡思想,胡思想估计也是给蒙蔽了,还不知什么关系拖过来的,也就以为是个关系户,哪里会想到,这个关系户居然直通到了天上。 至于总参要调查一个人并找出关系来,以国家的力量,那也太容易了。 三,管小虎藏身他身边,固然有保护的意思,只怕也有监视的意思,这有点让人恼怒。 但也正常,尚瑞就说过,安全部门,哪怕是两个人之间,彼此都是互相监视的。 其实就是党员,彼此之间也要互相监督监视,不过流于形势而已。 四,尚瑞先前跟他说,他的名字,最高层都知道了,他先以为有些夸张。 现在看来,即便最高层不知道,知道他的人,也绝对到了相当的高度。 也就是说,神尔门的事,真的受到了国家的空前重视,而不是尚瑞为捞工技,而在他面前胡扯。 这是最让他震动的。 因为他一直以来,都抱着一个私心,奇门的事极不愿意透露,去金三角送死,更是想都不想就要拒绝,说实话,他确实是有些漫不经心的。 而在这一刻,一股如山的压力,当顶而来。 没人跟他开玩笑。 以国家的名义,这是认真的。 这时,高崖内又打了一枪,把他震醒了,高崖内叫。 出来,否则我不客气了。 管小虎探头看了一眼,扭头对张武金道。 张主任,要不我护着你从后窗先撤到山上去。 那不行。 张武金断然拒绝,他身壁一下,就搂住了秋雨的腰,眼神坚决。 我不管你是总参的,还是国安的,对你们来说,我可能很重要,但对我来说,我的女人更重要。 他反应激烈,管小虎其实明白,这是给他们的一个信号。 不管你们是谁,任何情况下,不要伤害到我的女人。 管小虎苦笑一下,只好点点头,不再劝了。 而其他人的脸色,则各个不同。 秋雨是感动,他一直知道张武金非常非常爱她,但心里又总是有些不落底。 因为张武金实在太厉害太强大了,这样的男人,会吸引无数的女人。 事实上,张武金也确实有不少女人,他就生怕张武金哪天完宴了她,令则新欢,不要她了。 直到这一刻,他才知道,自己在张武金心里如此的重要,谢红莹可以为张武金替死,他相信她也会那么做。 而现在,他知道了,张武金也愿与她生死相随。 他再也不害怕了。 他本来有些不好意思,但在这时,什么都泡开了,他双臂张开,紧紧地抱着张武金,贴在她怀里。 而包堂宗爵两个,则是一脸震惊,他们一直以为,吴娇才是张武金的女朋友,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秋雨才是张武金的女人。 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是的,小木匠很牛逼,突然说当官了,又突然说,吵得飞骑的百花醉鱼也是他的产业,再然后,身边居然有带枪的警卫员。 但所有这些全家起来,还是没有秋雨的分量重,秋雨是张武金的女人,这个消息的冲击力,实在是太震撼了。 尤其是包堂,其实,不仅仅只是张武金曾经以秋雨为少年实性幻想的对象,他们班上,或者说他们学校里,很多人都曾经以秋雨为对象幻想过,这是人性的本能,无可指责,包堂也不例外。 可他只是幻想而已,张武金却真的把秋雨抱上了床。 居然把秋老师弄到了手,这小子太有艳浮了吧。 看着秋雨腰臀间美妙的线条,他情不自禁地抿了抿嘴。 唯一心思比较单纯的,只有吴娇,他就是感动,不自禁地想,要是李哥在这种情况下,会不会也跟小木匠一样,跟我同生共死。 他很怀疑,李求金是一个个性极为强烈的人,胆子也不小,但是,他对他的爱,却未必有那么重,至少没有重到生死相托的程度。 管小虎不知屋中人各有心思,劝不动张武金,他就打起了外面的主意,稍稍探头看了一眼,见高崖内露着头,他仰手,啪,又打了一枪,吓得高崖内一缩头。 谢部长,我很严肃地劝你一句,不要跟着小孩子胡闹,现在回头还来得及,否则事情真的闹大了,就没法子收场了。 高崖内轻浮跳脱,而且色迷心翘,管小虎自然不会去劝他,而是从谢部长身上下手。 谢部长违反规定,拿枪出来,显然是想讨好高崖内,但这样的讨好会有各度,真正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,他肯定也不会干的。 果然,听到他这话,谢部长就犹豫了,道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?他是退伍军人出身,能认得出管小虎手中的,绝对不是什么山寨货,而是国家标配的正规枪械,可问题是,管小虎的身份让他疑惑,中国能配枪的人不多,无论是警察还是军人,不是工作原因,都是不能配枪的,管小虎穿着便服,却带着枪,这就有些违反常规。 若说是刑警破案,这深山老林里,你破个鬼啊,可如果不是刑警,谁可以配枪?违规带的枪械?那大家半斤八两,我违规,你也违规,我不敢声张,你也不敢扎虎,更不用怕。 我的身份,你无权过问。 管小虎其实也想过,冒充一下警察,后来想想不行,而且他也没警官证,而他的真实身份,却是必须保密的。 他先告诉张武金,是张武金先问出了他是国安的话,他必须解释一声。 至于包堂等人,虽然也听到了,事后打个招呼就行,但却不能再告诉高崖内等人。 但他这样的说法,可就无法说服谢部长了,谢部长没开口,高崖内则在哈哈大笑。 朋友,别撑了,出来吧!你能出多少钱?管小虎突然改口了。 两万!高崖内哈哈笑。 交个朋友,以后你有任何事,都可以找我,我就在省里,我还有个姑姑在北京。 第450章,武装直升机。 啪!管小虎直接对外面打了一枪。 高崖内吓一跳,有些恼,不过他也没什么办法,想了一下,道,五万怎么样? 这一次,管小虎没放枪,却扭头对张武进笑了一下。 这小子没什么钱?扭头向外。 十万!你怎么不去抢? 高崖内叫了起来。管小虎对张武进露齿一笑,吴娇几个也知道,管小虎就是为拖延时间,如果他只是个保镖,那真有可能为钱卖主,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,却是不可能的,吴娇轻哼一声。 十万块都拿不出,也想打我们秋雨姐这种超级大美人的主意。 什么呀?他这么一说,秋雨倒有些害羞了,从张武进怀里出来,不过还是紧紧牵着张武进的手,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一眼宗爵,翘脸染晕。 八万!管小虎减了一点。 六万!高崖内加了一万。 八万!管小虎便不再应声,他本来还可以减到七万,但万一高崖内色迷心翘,一口硬下来呢,那倒不好拖时间了。 六万怎么样?交个朋友!高崖内叫。 管小虎还是不应声,吴娇则撇着嘴。 过了一会儿,高崖内忍不住了,道。 七万,朋友,只要你不管这事,我交你这个朋友。 真恶心!吴娇听得烦起来。 只不过市局过来太远了,否则我现在就想收拾了他。 在他眼里,几万块真的不是钱,尤其是用来追女人的话。 张武进耳中却突然听到一声,声音从空中来,他凝神听了一下,看管小虎,直升机。 他丹田气足,耳目远于常人,他听得到的,屋中其他人,包括管小虎在内,都还没听到。 管小虎有些讶异地看着他。 你听到声音了? 直升机来得很快,就在他问话间,也听到了声响,眉毛一扬。 支援来了,这小子死定了。 怎么样朋友,给句话,否则我真不客气了。 高崖内还在外面叫。 你等死吧。 无交本来就是个交纵的性子,只是在这大山里,没办法,这回知道支援来了,他再也忍不住了。 高崖内听得哈哈笑。 小骚货,先不要叫,待会本哨操你的时候,再慢慢叫吧。 谢部长却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,扭头后看,叫了起来。 直升机。 远处的天空中,两架直升机飞了过来,先只是小黑点,眨眼就变成了两具庞然大物。 管小虎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,管小虎接过,道。 目标就在屋前面空地的石头后面,有两支步枪,我们在屋里。 一架直升机飞过了屋子,另一架悬停在了前面,直升机上站出来一个人,拿着大喇叭叫。 立刻放下武器投降,否则你们将被击毙。 谢部长一屁股坐倒在地,脸色如土,张武金是伪军迷,喜欢飞机,却不认识飞机,但谢部长是退武兵出身,他却能认出来,这是两架武装直升机。 他确实就是想拍拍高崖内的马屁,虽然莫名其妙钻出个有枪的,他也认同高崖内的看法,应该是个保镖,而且是私下持屑,所以他不怕,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居然会招来武装直升机。 在中国,哪怕是张子强那样的超级大盗,也最多会招惹到特警,而屋中人,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,招来军队,而且是带武职的野战军。 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啊? 他突然想起管小虎先前的话, 我的身份你无全知道,难道是红色公主,真正的太子党? 他只能这么猜。 而在看到直升机后,高崖内也终于慌了,团团转着圈子。 谢部长,这是怎么回事? 现在怎么办? 直升机的声音太大,他几乎是尖着嗓子在叫了。 谢部长没打他,而是直接把枪一扔,也没有站起来,只是把双手摊开了,放在膝上。 他没有站起来,甚至没有力气埋怨高崖内。 高崖内,甚至包括屋里面的张武金吴娇他们,都不能真正地体会到,军队出动武装直升机的意义,但身为退伍兵,又是人武部的部长,谢部长却是知道的。 他的脸,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。 看到谢部长扔下枪,高崖内也脸无人色,他也知道这次真的踢中铁板了。 可眼前,那个女子的身影却怎么也抹不掉,那天使一样的脸,那魔鬼一样的身材,虽然只是简单的文化山休闲裤,包裹出来的那腰臀,却是如此的韵味无穷。 他玩过不少女人,有少女,也有淑女,但没有一个,能跟那个女子相比。 啊!他猛地狂叫一声。能操他一回,我就死也甘心。 说完,端着枪就往屋里冲。 谢部长压样回头,这是找死吗? 这不是警察啊,这是军队。 中国警察,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称号,民警。 所以,中国警察基本不配枪,就算配了枪,要他开枪,也是一件极为纠结的事情,他要考虑的各种后果,实在太多了。 但军队不同啊,军队只接受军令,军人本身不负任何责任的,也不纠结任何问题,更不考虑任何后果,那是下令的人考虑的。 所以,在谢部长压然回头之际,枪声已起,而且是树枝枪同时开火。 啊!高崖内单瘦的身子在地瓶中舞蹈,扭曲,全身的血,飞溅开来,恰如放了一个红色的焰火。 管小虎张武金都看了一眼,屋中的女人倒是都吓着了,都没看。 好了,事情结束了。 张武金把秋雨的脑袋捂在胸前,这样血腥的场面,他不想让秋雨看到。 剩下的事情,你处理吧。 他看一眼管小虎,扯了秋雨进屋,吴娇也跟着进来,包堂还犹豫了一下,张武金看他一眼,你不要管了,这是不是我们掺和的。 回到屋里,几个人坐下,先前的饭还没吃完,但秋雨几个都没心思吃了,倒是张武金不当回事,他这一年来经的事比较多,更大的场面也见过了,这个真不算什么。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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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